天守阁 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一个又一个 若不是我知道此地是天守阁 估计要把这里当成什么街巷市集之类的了 这下总该懂事一点了吧 啊 九条沙罗被女士给 盗妻子明的过错 当由我来承见 你没有资格 女士 那真是抱歉了 将军大人 好了好了 知道你忘不掉我 不用总把我的名字挂在嘴上 我也知道你记恨我 阴魂不散的旅行者 在这里见到你 我一点都不奇怪 急着在将军面前揭露我的罪行吗 哈哈 我不过是来自智东的外交使节而已 你在讲什么 我可都不知道呢 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别讲那些我根本不关心的人和事了 本就连名字都不会被人记住的小角色们 能参与到这场为了抵达永恒的革命之中成为垫脚石 对他们短暂的人生来说 岂不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吗 将军大人 我所说的应该没错吧 哼 翻起旧章了吗 你还真是记仇啊 直冬女皇的理想 是这世间最为高级而纯粹之物 相比而言 你所说的那些 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 必要的牺牲罢了 哼 了断 我也对你这张脸 稍微有些厌倦了 不过我倒是没想到 你是这般有勇无谋的人 在你说大话之前 可曾意识到 你还是到期的头号通缉犯呢 先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吧 闯进天守阁 在御前大放厥词 不是自投罗网是什么 希望你能认识到 你我之间的差距 不论是地位 还是实力 我要 向你发起御前决斗 哼 嗯 居然还有这一手 你也学会利用 这个国度的规则了吗 勉强把你我拉到 对等的位置上 我承认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但败者 可是会死哦 你想清楚了吗 旅行者 那就让我屈尊和你共舞一曲 直到你与我一方 生命的尽头 生命的尽头 你的力量 可是 为什么 我可是志东的使节 你知道对我动手的影响 我发誓 如果你真的对我回道 我会让你的国家 于人重 我会让你所真实的到齐 给我停下 我命令你 你 还有你们 我 我怎么会 你 是永恒的敌人 但我认同你作为圣者的荣耀 所以 我准许你站着离开天守阁